馬頭上的人眼睜睜看著中鋼礦砂船 球星輪撞上畫面左邊 長榮的貨櫃船長滿輪 趕快呼叫要長滿輪上的人員 快下船避難 其實在這之前 港邊的船員就發現 球星輪似乎已經失控 長滿輪準備遭殃 發生在上午9點多高雄港78號碼頭附近 總頓10萬的球星輪撞上差不多 頓數的長滿輪 撞擊累到不小 看看被撞的船尾 凹了個大洞 港務公司表示 當時長滿輪上正進行卸貨作業 還好無人受傷 這個氣候還有這一些的風力 這一些都可能會造成整個船 這一些這個操控 這個會有受影響 初步了解球星輪當時 行進二港口回船池 預計要停靠101號碼頭 但就在78號碼頭附近 擦撞長滿輪尾又傳嫌 可能是風大加上雨天視線不良 導致航道偏移 而氣象局觀測資料顯示 高雄沿海風浪中浪直大浪 浪高最高三米 不過風力只有五級 因此造勢原因 是否真的與氣候因素有關 還是人為釀貨 航港中心還有調查釐清 接著陳勝義高雄報導